今天的影片要先来感谢一下Kenny大大 因为所有的影片内容来自于Kenny大大所提供的资讯拍摄完成的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Kenny大大的留言内容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实体卡架 里面都会有负责责返金额 罗卡也照着Kenny大大所讲的流程来去跑过一遍 其中有试过这三片 这三片有一个差别就是 前两片是日版的 后面这一片是欧版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赶快来照着Kenny大大所说的步骤 拿拿看这个折返金 如果可以拿成功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这些点数再来去 eSharp上面购买更多的游戏 好吧 那我们现在直接进入画面 首先我们进入游戏里面要先来按手把上面的加号 然后选择最下面这个 My Nintendo Rewards Program 进去之后只有一个选项 点进去呢就可以选择我们要把点数归附的账号 那么罗卡是选择罗卡的这个账号 那罗卡的这个账号呢它是属于使用日本的伺服器 所以呢这样子就领到了65点的折返金 那么现在呢再进来eSharp里面看看 到底点数有没有进来里面 然后呢这一片是火运忍者3 售价需要2700元的日币 点选购买进来里面呢有一个点数的使用 哦这个是日文啦 那因为有图示 所以算是还蛮清楚的 所以罗卡选这个进来之后呢 诶里面有85元的点数 哇那刚才应该是给65元 所以之前罗卡可能有得到某个奖励 逆金20元 应该是之前买数位版的游戏所回馈的吧 那我们接下来换这一片是日版的七弹大作杖2 然后呢一样是进来加号里面的选单 选择最下面Nintendo Rewards Program 一样把它点进去 归到罗卡的账户 哦一样是65点的点数哦 归完了这个点数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eSharp来去稍微检查一下 那么呢eSharp刚才因为有85点在里面 所以现在呢正常来说是应该要有150点才对哦 那么我们就来稍微确认一下 诶里面果然有150点 所以呢这个点数就已经到了里面来 那下面呢有写到150等于150元等值就对了啦 那最后一个测试的呢是不再犹豫 这款游戏呢它的价位比较便宜一点 然后呢重点它是欧版的游戏 所以呢现在罗卡一样把它开进来 归在罗卡账户 上面呢有写到说这个软体没有办法归到这个地点的任天堂账户里面 所以呢我们就来改变选择把它给归到欧洲的账户试试看 好这个是罗卡另外创的欧洲账户 诶这样子呢就已经可以完成归户了哦 诶是不是非常简单的就学会这些拿点数的技巧呢 基本上呢每一片游戏大部分都可以拿 因为罗卡呢稍微试了一下 顶多就是因为区域的不同版本的不同 可以归到不同地方的账户的点数去哦 那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呢账户跟账户的点数是没有办法通用的 所以如果要用这些点数来去购买一些eShop上面的游戏啊 记得要把它归在同一个账号里面 那么未来透过不断的累积呢 相信也可以用这些点数来去购买一些游戏或者是DLC哦 好啦那今天的分享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就结束了 希望我的影片呢记得在下面点个喜欢并且分享 也别忘记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罗卡我们下次见 掰